哈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我们的阅读复盘 所以陈独就先暂停一下 这是第13次阅读复盘 本来做上次复盘的时候 想着这个系列就不做了 因为刚好做够了12次 复盘了整整一年 然后想着这是一个不错的结束点 但是这个月我又想到 我每日复盘都已经连续200多天了 当初也是以为每日复盘 是一个很难坚持的习惯 结果一眨眼它就坚持了200多天 所以回过头来看 每月复盘一次 感觉也不是什么难事了 又因为每月复盘对我来说帮助很大 特别是在复盘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你能想象出10年之后的复盘是什么样子吗 我是想象不到的 所以以后每月一次的复盘还会有 不会变 那既然决定要坚持做下去 然后我就想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把每月复盘的标题都统一好 有命名的规则就像每句一样 S01E01代表着第一季的第一集 那我计划每一季都有12集 于是我就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把我所有的复盘视频的名称都做了一次修改 那顺便我也自己回看了一下自己之前的复盘视频 那明显能够感觉到随着熊市的到来 我的表达欲望在降低 那每一期复盘的时间 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 复盘的时间有明显的缩短 但是这个月我的表达欲又增加了一点 那这能从我每天的复盘日记里面看得出来 在上个月的复盘里 我说我想学前端 然后去找一份前端的工作 那这个月把它给暂停了一下 虽然暂停了一下 但是我依然认为技术很重要 只是觉得学这个只是为了去找一份工作 解决不了我最根本的问题 那我最根本的问题也是 很多外部三家人面对的问题 所以我又把我的希望寄托于 做内容做账号这一个方面 然后打算以后再去学一下技术 至于这个决定是好是坏呢 我想以后的复盘就会知道 那么接下来就看一下我的九月份吧 在这个月月初的时候 我开始每天发起 每天发一篇小学生必读股诗的视频 可能没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 不知道这件事情 江南汉岳府 江南何彩莲 莲夜何甜甜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星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然后我每天都发这些视频 小学生必背古诗词 必须背诵的古诗词 然后有的时候我一天会发三次 或者是更多次 那早上发一次 中午发一次 睡觉前发一次 那我知道这些没什么流量 然后也可能是不动脑筋的懒惰 但是当时的那几天我就是在发 因为我也想不到有什么东西能发出来 然后我就日更 那后面有了新的日更内容 古诗我就没有再继续更了 那整个九月份我的频道每天都在发视频 然后从来没有断更过 然后可以看到我是从江南汉乐府 这一个视频开始发 发了非常多的视频 大概在两个星期之前 我突然想到可以做一些随机的阅读挑战 就是花一个月的时间去完成一件事情 我知道我做的这些挑战视频 和其他人做的那些非常刺激的挑战 比起来绝对算不上好看 但主要就是为了挑战我自己 我想着是做一些自己之前 没有做到的事情 然后想着如果我每一个月都能做一个挑战 那应该就不会愁发不出内容了 而且我在这个过程中也能获得成长 那于是我就从每月的阅读复盘 这个系列内容增加了每月的阅读挑战 那至于是不是每月都有这样的挑战 我还不确定 因为我还没有做到 只是在9月份的时候 我发起的挑战是 30天被尽可能多的单词的挑战 那发出这个视频的隔了一天之后 我觉得我背单词的过程 这个过程本身可以做成一个日更视频 所以我就又开始了 背单词过程的展示的日更 虽然也是一些水视频的内容 所以有了背单词的日更之后 古时的日更我就先暂停了 然后我又想到了 用我的持有的CheersUp NFT 装饰一下我的视频 然后就有了这样的视频出来 不过后面我发现 这次的背单词挑战不是很好 因为没有明确的目标 比如说我说30天被尽可能多 这样的描述 不是一个能够衡量挑战成功 或者是失败的标准 没办法判断被多少是成功 比如说被100个算是挑战成功 还是被1000个算是挑战成功 没有标准 那所以下一次的挑战 我会考虑一下这个方面 除了阅读挑战 就是每一个月做一件事情之外 这个月我还跟了一个随机挑战 随机挑战就是我想到什么 我就去挑战什么 然后我让自己跑了10公里 那结果挑战是失败的 因为一天我分了两次 然后一次跑5公里 然后才完成了这个10公里挑战 本来我是想不到 我会去做挑战视频的 我能去做挑战的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我今年学会了游泳 我现在的年龄挺大的了 就是在我没学会游泳之前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游泳 然后我想到我在大学时 在朋友的帮助下 我才学会自行车 我大学才学会自行车 在那之前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骑自行车 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就想到我学任何东西 好像都比大多数人晚一些 可能有的人小学初中就学会了单车 但是我大学才学会彩蛋车 虽然学会的晚 但是又好像只要去学就都能学会 所以现在我觉得我只要是我感兴趣的技能方面 我都想着去挑战一下 那说到了技能 这里就顺便推荐一下 我可能是上两个月学到的markdown语法 会了这个语法之后 它能够帮助我们写作排版 双拼输入法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 就是学会了之后 是一个能够极大提高效率的技能 就是当你学会了之后 就再也离不开的一个技能 然后这个月给自己剪了个头发 虽然是正面还看着 还不是很丑 但是后面侧面 简直就是惨不忍睹 我至少有两年左右吧 没有去理发店了 之前是把自己给剃光 总之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吧 下面就是说一下九月份的读书方面 这个月还是翻了很多很多的书 认真读的其实就一本 就是我最近在成都的视频 纳瓦尔宝典 这个名字我经常说错 说成内瓦尔宝典 这本书是非常推荐的 然后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找我做的那几期成都视频 去看一下 然后我们一起读书 然后我翻的其他书呢 没有认真去读的书呢 也不错 比如说巨人的方法 巨人的工具 原子习惯 原子习惯这本书 国内的版本也叫做掌控习惯 还有一本书叫 每周工作四小时 还有月初我专门挑的一些 批判性思维相关的几本书 最推荐的 同时也是李笑来老师推荐的书 就是超越感觉这本书 批判性思考指南 英文名叫beyond feelings 不过这本书呢 我到现在都没有读完 就是每次读都坚持不下去 我打算下个月的目标就是 把它给认认真真的读完 那最后也可能是近几个月的给自己定的目标 就是想做一个NFT 那这个数量可能不会太多 到时候打算免费送给我频道的粉丝 不过还只是个想法 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做 想的就是到时候参与的方式 就是在那个视频的评论区下面留下小狐狸的地址 然后我就会空投过去 那暂时是这么想的 可能会一个用评论区先到先得的方式 不过也会尽量的去照顾更多的人 因为我的目标就是让所有留下的地址的人都能够得到我的礼物 然后我说的这个空投NFT可以期待一下 那这样的话记得关注我频道的一些最新的动态 然后就是这期月度复盘的抽奖 会抽选两位朋友加入我的日记复盘的知识星球 名字叫做好运大磁铁 如果是付费的话可能就是50 可能就是50块钱 也不是很多 然后在那个知识星球里面 可以看到我每天的复盘日记 那参与的方式就是在这一期的视频下方留言 那我会随机挑选两位幸运观众 那么9月份的复盘就是这么多 我们下个月第14次复盘再见了 拜拜